我回應一個問題是 有一個姐妹說 她有一個朋友 其實是很孤單的 也有很多負面的事情 很想找人傾訴 有時傾訴都很久 變成你的心裡面 裝滿了很多這樣的憂傷 即是她那些不好的事情 負面的事情 我聽到這個情況 我聽到有些事情有些不同 就是這個 她不是指控你 而是她本身處理不到的憂傷 她自己的孤單 其實這些人都可能對她的傷害 亦可能有時她自己的 那種錯誤的判斷 就說了人衰 一種就是真的被人傷害 一種就是她對人的判斷 這種情況 我覺得第一就是回應她的感覺 小小姐姐 你說的時候 你突然說她很孤單 其實我自己也很孤單 一下我聽一聽 我知道當時你真的有孤單走出來 其實我們仍然都有 你所經歷的 都是這種憂傷 孤單 好像沒有人關心你 這種感覺 人人都有這種情況 都是很想有人關心她的 所以當她一邊講講那些人的時候 我們可以轉去 你都受過那些人的傷害 其實你的心都很不開心 這個我們就 轉去她的受傷 這個就沒有問題 我們就不用繼續 知道她的丈夫什麼不好 反而我說 你丈夫鬧了你 你真的很不開心 就馬上轉去她的受傷害 你會有的痛苦 或者她的受傷害 然後我們 可以了解她的傷害 你有沒有影響你睡覺 有沒有影響你心情 她說有的 真是很不開心 那時候 我們都可以 問她的 那你想不想能夠 這件事 即是你的心可以鬆回 我們就將她一路引導她 你想她的心鬆回 她沒有那麼 憂傷痛苦 她想 那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第一 可以介紹給她知道 原來祈禱可以鬆一點 她真的鬆一點 我真的試過祈禱 真的鬆一點 我們一起祈禱 就算沒有按手祈禱 就算就這樣 享受神的愛 我有一個祈禱 可以傳給你們的 我的錄音有幾個 一個是沒有音樂 一個是大敬拜有音樂 另外有三個是解釋怎麼祈禱 那我傳給你 你就可以將她傳給那些人 你就可以自己做慣 有憂傷 主耶穌 我心裡有憂傷 你知道我憂傷的 你關心我的 多謝天父你關心我 多謝耶穌 耶穌知道我憂傷痛苦 主耶穌很想安慰我 感謝耶穌 耶穌很想安慰我 我可以享受耶穌 主耶穌在愛我的 主耶穌愛我 主耶穌愛我 多謝天父我 我就可以放下這些煩惱 引導她去回神的同在 以至她的心能夠輕鬆 又可以分享我們的經歷 當她說那些人的不好的時候 我轉向她的憂傷 她說人的不好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跟她說 我都知道她們好的 她們都一直在影響著你 傷害著你 那你想不想脫離 這就是誤性的輔導 就是你想不想脫離這些問題 我想 譬如說 這麼多年來 你都受人的影響 你想不想脫離 她說我想 你可以傳我的教導 怎樣不給人影響 你都可以跟她說 你說其實 有些人很容易傷害人 我們繼續受落 又很辛苦 又不開心 又煩惱 那你想不想怎樣學習 怎樣處理呢 就是有些人 他做的事情不好 我們不用放在心上 有些人 譬如那些人的口很疏 你就千萬不要告訴他們 垃圾不要吃 那些人就會背 他告訴那個人 喂 他說你都是垃圾 這樣 很大件事 有些人 我們就只能夠說 有些人是傷害你的話 不要放在心上 因為那些說話 只能令你更加傷心 你就多些想 好的事 好的事 就是神的愛 神照顧我的 神陪伴我的 我就去接受這些 神陪伴我的 神和我一起 這些不好的事 我就不要繼續去想 而是憐憫他 這個逐約介紹 就是憐憐這些人 他受很多傷害 相互憐憐他 我就延恕他 我祝福他 他其實 就不是為人傷害他 而是他踩人 就覺得自己很聰明 那個人不行 就不斷地這樣說 就是經常說你不行 說他自己不行 這就是驕傲 我就是 其實我就是提議家姐 不要聽這麼多垃圾 因為他本身已經很苦 他還不一定吃垃圾 你先等等 我會 有兩個路徑 一個路徑就是怎樣引導他 一個路徑就是 我們真的就會 某時候截停他 因為這件事 就是需要一個決定 是判斷的 有些人在幫我 都會截停的 我怎樣截停呢 我說 這件事我已經聽了很多 我知道了 我知道那件事有問題 不如我們想想怎樣處理 不如我們想想怎樣祈禱 好嗎 為他祈禱 就是有些情況要截停的 因為他一直說 講來講去 重複複複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截停的 那我聽你說 剛剛所說的情況 他驕傲又是另一回事 那如果他是聖耶穌的 其實我們可以這樣引導人 不如我們一起查一下聖經好不好 好 那就用一些聖經的經文 是說到 當我們批判人 或者是驕傲 看低人的時候 會有的後果 而我們能夠看出人 不過你就小心說話 因為小心說話 你批判人 他又會受不下 那我就覺得這樣的 有些人是很嚴重的問題 有些人是永遠不聽任何的帶領 有些人會少聽 那少聽又怎樣呢 可以跟他一起敬拜討告 也都看聖經 每次看一些 看看他心鬆一點 他就慢慢學到這些 也都可以 有些律法教導 我們都想一下 他不好也好 但是我們講他的不好 有些人要交將 凡人所說的行為 那個句子방 hm 所以我們都要想一下 我們所做的事 會不會都要交將呢 我們就 Fry buck Mo 求主赫免 求主幫助我們 這個也是可以藉著 oo 一些時候去 有些時候去 去合籍的時候 所以這幾個方向 一個方向 關心他的感覺 安慰他 一個方向一起祈禱 一起去正經 有時都會說,我聽完你講,不如我們想想方法處理 有些情況就可能截停他 這件事我們都講了很多次,不如我們講一些開心的事,好嗎? 講一下神的話,或者一起祈禱 有些人,某些時候我們可能太多,太多是 他口裝會都是垃圾,而永遠都不聽我們勸的時候 有些時候我們可能有些人,我們是要截停他 他一講這些不好的事,我們就說,我們都不要講這些了 而有些人,他永遠都不聽,永遠都是講負面所謂 有些人,我們可以考慮跟他溝通多少時間 因為你都說,我都有一些事情要做 我們不如想一下為他怎樣祈禱吧 我都不想再聽這些了 他聽一聽他會知道,我們都不想講這些人的事 不如我們講多些神吧 一齊跟他祈禱 有些人的生命,我們都可以 譬如你今天我的講話 你都可以講出來的 其實今天我沒有講完經文 你看我其他講到,有講到這些經文 我這次沒有講到六樣的支持的經文 我可以傳給你 那些經文會告訴我們 我們跟從神信靠耶穌必定有這六樣的果子 這六樣的果子都是有聖經的支持 可以跟他一起查的 如果沒有這些果子的時候 是可以他跟神的關係有問題的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